哈喽,大家好 现在是 10点50分 我们来看看 这个Togcroft Togcroft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就 掉下来了 跌破了这个 呃,支撑线,也就是这个头 跌破支撑线,也是这个 这个口码风 呃,也就是说 上个星期五的Windows Tracing 它不可以让 Togcroft的继续保持在 这个教会,呀 Windows Tracing的这个效应一失去之后 又打回原型 嗯 它现在呢 是在这边 这个 这个 底部,顶住了,呀 所以这边呢,应该是有支撑的 应该是可以守住它的哈 不是,我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 所以,它 如果你那时候 在边卖的话,这边买回的话 你就赚一笔了,呀 呃,so,我觉得它在这个 支撑,这个,这个 筹码风的底部呢 是有支撑的,是可以守得住的,呀 so,应该不是大问题 呀,我们就看收盘价 看下它会不会 维持在这个价位 或者是 涨回去这个 呃,这条,呃,阻力线 呀 如果你想进场的话呢 这边有个强大支撑,OK 支撑来的这个是 OK,我的分享就是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先来一下 吃货 pain 一起吃货 吃货